我們再來看這個短紙的部分 你點進 從這邊點也可以 也可以從哪裡 one note也可以從這裡點 有沒有 同一個任務裡面的這些內容 有沒有都一樣 你也可以從這個地方選 或者這樣上一個 下一個 這樣也可以 就上一篇教材 下一篇教材 那短紙的部分我們剛才跟各位提過了 你一般的短紙其實說真的不好記 它只是說幫你變短 但是要記住還真的有點難 因為它有大小血 還有一些符號的部分 那麼您可以看看這個 gg.gg 它最大好處就是你可以自訂 你可以自訂 那你把你要的網址 假設這一首 這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應該有吧 老哥嘛 對不對 如果你分享給別人這一首 請問 這樣子它有可能記住嗎 有點困難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好 欸 對了 上面這個網址要怎麼複製 你應該不會像我剛剛這樣 這樣吧 蛤 難道你瘋了 你不要忘記 1 2 3 欸 你剛剛沒有1 2 3嗎 對 我剛剛沒有1 2 3啊 對啊 但是你真的可以1 2 3啊 欸 早知道這個課我們知道 學會那個口學 1 2 3 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 比他老是這樣子 因為有的真的很長啊 蛤 對不對 蛤 好 OK 我複製好了 你就進到這個GG點GG點進來 你就把你的網址貼進來囉 好 但是重點在下面這裡 你不要直接按這個短指 這樣產生還是不好記的 你就按一下 因為這個短指它好 就是你可以自訂 但是 因為 可以自訂 代表怎麼樣 別人也可以自訂嘛 所以如果你用跟我今天一樣的 抱歉 我用去了 有沒有 就被我用走了 那你就不能用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你 就可以看看 你要知己 隨便你啦 這樣 好 按下去 如果沒有人用 他說 這個有人用 不是因為這個 我看一下 是 10 我確定我沒有用 有沒有 這樣短指就產生了 簡單吧 所以你就可以弄起來 他說 兩場能QRcode咧 蛤 沒有咧 我不用那麼麻煩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在這裡有沒有 蛤 我就直接告訴他 不然 你給我QRcode 這樣就有了 等一下會介紹一下這樣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這樣給別人 也很好記 那你就找到你自己的命名方法 就好了 命名方法 來還給各位囉 好嗎 中文字幕——YK